军改判三赌。 八百壮士下午由行表达诉求。 在下一天。 西南起流发威。 中南东全天雨。 19. 准2018。 图中央社。 立法院今天处理军改案,反军改团体八百壮士执行长罗瑞达表示,今天将动员五千人到场抗议,预计下午二时从立法院旁游行至总统府,并准备水球朝人行看板投掷,表达不满。 军改案历经朝野党团协商,仍有16条条文无共识,包括几支凤率,18%优存利息,离婚配偶请求权,施行日期等。 朝野为达成共识,立法院院会今天处理军改案,立判三毒。 。 八百壮士成员上午九时陆续在立法院旁青岛东路集结,罗瑞达受访表示,军公交退休袍则预计下午一时开始集结,下午二时从立法院旁游行至总统府。 。 罗瑞达说,退伍袍则预计准备水球,游行结束后让大家朝特定人物的人情看板杂球宣泄,他也认为,如果民进党可以站在理性,负责任的态度审查均改法案,八百壮士的成抗动作会相对减少。 。 至于今天是否夜宿立法院,罗瑞达回应,若立院挑灯夜战审查法案,八百壮士也会被拖帐篷做好夜宿准备,如果强制通过三毒,不排除以任何形式发动抗争。 。 中央社。最hot话题在这。想跟上时事,快点我加入TVBS新闻LINE好友。 。 更新时间,2018年6月19日11点24分。 均改。三毒。八百壮士。 游行。 反年改流血冲突。 你可能会喜欢。 。 上一篇。 下一篇。